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气候 造就了云雾下植被茂密的森林 绝佳的环境 丰富的物种 确保森林源源不断供应各类食材 使基诺族人取用无解的超级市场 三十七岁的周嫂是基诺族跑山人 至今仍坚持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生活方式 他常年出入于这片原始森林 熟知山里每一种食材成熟的结令 这种鱼我们叫大头鱼 这鱼肉很嫩的很好吃 大的留的 小的就不要了 放生吧 采集是传统基诺族家庭日常所需食材最主要的来源 但显然山脚下的采集并不足以让周嫂止步 在它的山货时间表上 山顶还长着一种特殊食材 这时应该也成熟了 不过想要获取它却需要一些运气 这就是小米辣 很难找 就像米粒呀 野生小米辣 树多年生灌木辣椒树 引起果实只有米粒大小而得名 十五世纪末 随着美洲大陆的被发现 辣椒也开始了它的世界征途 跟随欧洲商队 小米辣最先在东南亚地区落地生根 得益于鸟类着实和自然传播 进入我国云南地区 并在西双版纳的森林里开枝散叶 重回它最原始的状态 好了 尽管只有米粒大小 但辣度却比普通辣椒辣一到两倍 作为最早进入我国的辣椒品种之一 野生小米辣成为云南人食辣的启蒙者 这趟跑山 周嫂的收获并不算丰富 但有了小米辣 今天的晚餐便注定与往常不同 麻雌黄 当地人俗称野花椒 西双版纳地区独有的一种香料 与小米辣一起翻炒至表皮微糊 基诺族称为胡辣椒 浓辣芳香的胡辣椒 是制作一道神秘风味的绝佳搭搭 剁生 基诺族人只有在重要节日才能吃到 经受少金的生牛里脊 在石畜有力的冲倒下 逐渐松散为绵软的肉糜 此时加入胡辣椒和刺盐碎等香料 可有效掩盖肉糜的星山 要做最地道的剁生 还需一道特殊的汤汁来浸润 牛苦肠 牛肠靠近盲肠的部分 举其味完全消化的枝叶 在高温熬煮下腥臭味浸逝 只保留独特的青苦味道 这是剁生最后的催化剂 只需一勺 便可使剁生呈现全新口感 野生小米辣的出现 让周嫂一家的晚餐变得风味十足 也为周嫂接下来的跑山开了个好头 它隐藏着基诺族鲜明的生活滋味 也让我们看到了辣椒 传入云南之初的形态 如今 辣已成为云南美食的重要标签 而善之辣的云南人 也毫不吝啬他们对辣椒的喜爱 各种美食都可以托付给辣椒 烧和烤是带足最日常的烹饪方式 将整块食材夹在竹签中间烤制 肉类只需简单颜值 所有滋味都来自蘸水 带足蘸水对香料的使用非常广泛 蔬果香草发酵酱料都是重要的风味来源 在不同的排列组合下 蘸水也呈现出不同的风味色彩 我们带足人吃饭必须要有脏水 每种菜配的脏水都不一样 但是必须要有辣椒 蘸水被誉为云南饮食的灵魂 可干可湿可荤可酥 任何香料到了云南人手里 都能幻化出不同的滋味 都说蘸水气场强大 一统云南美食江山 但其实它迈出的每一步 都离不开辣椒的精心浮足 五花八门的食辣方式 成就了独特的云南风味 同样是利用香料的搭配组合 辣椒到了泉州人手里 则改头换面 有了完全迥异的风味 泉州人口味清淡 不喜实辣 辣椒只作为若饮若馅的调味剂 其中最有特点的便是咖喱 早在宋元时期 泉州就是世界第一大缸 香料一度是这里最重要的贸易品 由此奠定了泉州人 对香料使用的布局一格 十几种香料反复冲倒研磨 香味分子相互碰撞 相互平衡 辣椒在各种香料的包裹下 不再刚猛张扬 反而变得深沉浓郁 层次复杂丰富 一百多年前 这种源自南亚的调味品 被下南养的华人带回泉州 丝毫没有水土不服 反而成就了泉州最具特色的风味小吃 咖喱牛排 十七世纪中叶 荷兰人将辣椒带入中国台湾 随后经由海陆进入泉州 这也是辣椒进入我国的 另一个重要登陆点 今天的泉州人依然称辣椒为翻椒 但在泉州人的日常饮食中 几乎找不到辣椒的踪迹 辣味菜肴在泉州从无人问心 到崭露锋芒 还要从一群特殊的人讲起 卢能清九岁随父母从印尼返回中国 如今已整整六十年 以前我小时候 我妈妈经常煮印尼菜给我吃 后来我就会做这个印尼菜 特别这个辣椒 每家每户都有 辣椒浆 什么东西都可以沾来吃 东南亚国家普遍洗食辣 这与泉州的清淡饮食大相径庭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 来自九个东南亚国家的归国华侨 被安置在华素社区 他们在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建立了这个属于自己的小联合国 很多老花桥就在自家门前开启了小吃店 不出小区 就能吃到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地道美食 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从东南亚回来的桂桥 基本上口味都一样 喜欢吃辣椒 很多人吃过我的辣椒都讲我的好吃 红葱头七岁油炸至金黄备用 印尼虾膏提供鲜味的主要来源 最后把粉碎的朝天椒与红葱碎一起熬煮 鲜香浓辣的味道可以通过嗅觉品尝到 这是妈妈留给卢能清的秘籍 而这种裹挟着异国风味的辣椒酱 也成了华素社区最具代表性的一种风味 他们这种辣椒是属于闽南比较少的 他们这边的早餐很有东南亚的风味 他们这个粉和这个辣椒酱吃起来各个味 辣椒酱的味道一直伴随着卢能清的生活 既熟悉又充满回忆 曾经只有九岁的卢能清只会说印尼话 跟随父母辗转回到故乡 如今已过半生 时光疏忽 口味难理 也许味道才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最紧密的连结 吉林沿边朝鲜族自治州 有超过七十万的朝鲜族人生活在这里 他们是东北地区唯一是辣的民族 辣椒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与朝鲜族密不可分 十六世纪 辣椒作为海上贸易品进入日本 由日本传入朝鲜半岛 又被朝鲜族带入我国东北地区 生活于此的朝鲜族人 日常饮食中几乎处处可见辣椒的踪影 进入初冬 朴真顺每天都会在自家的菜地里溜达一圈 今天迎来了第一次夏霜 这是个重要信号 大白菜可以收获了 经过霜冻的白菜更加脆甜 腌制出的辣白菜口感最佳 制作抹料是每个家庭主妇的独家秘籍 把带有浓郁气息的果蔬和大蒜混合 能够更好地增加风味 大蒜混合 辣味的营造是辣白菜味道好坏的关键 朴镇顺选用的这种辣椒粉 由北方地区最常食用的线辣椒模制而成 这种辣椒辣度低香味重 是腌制辣白菜的不二选择 嗯 美味吧 制作辣白菜与朝鲜族妇女而言 更像是一场小型聚会 他们相信只有在欢笑中做出的辣白菜 味道才会最好 哦 美味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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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天不亮 姜德哲夫妇都会把自家做的辣椒酱 拉到县城的早市上售卖 天太冷了 能不能卖三百五百不知道 能卖多少算多少吧 老姜的辣椒酱是纯手工制作 价格略贵一些 所以每一单生意 都要将选料与制作过程的考究 向客人耐心讲解一遍 我们晒的时候都是一等的辣椒 第一材的辣椒 你今天吃完了明天还想呢 现在想要看一年半的酱 两年半的三年半的 两斤斤的这个 手斤的 看看米达 是不是这样 酱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超过两千年 每个地区都能找到一款独特的酱 在东北地区 朝鲜族的辣椒酱独树一枝 如果说辣白菜是朝鲜族饮食的左把 那辣椒酱就是朝鲜族饮食的右臂 老江夫妻原本生活在安徒县城里 退休后把制作辣椒酱作为了主业 为此毅然搬回到农村 坚持手工作酱 虽然只有夫妻二人 但作酱的每个环节都有严格标准 每一个辣椒都经过精心挑选 干辣椒不能水洗 会影响发酱后的口感 于是入冬后 老两口就开始擦辣椒 一次要擦几百斤 这也是他们的辣椒酱 价格略贵的主要原因 东北大豆是朝鲜族辣椒酱的主要原料 泡发的大豆蒸熟后 手工垂成酱块 一开始做点大酱 现在辣椒酱也做了 做做做做大了 我用一百个缸就下来 一累你两口就炒着 不累不炒着 他总是说你是老板 我是助理 他说了啥好吗 你怎么那么说话呢 做好的酱块 用稻草捆扎好 放在热炕上进行发酵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 酱块会长满米曲莓 这是辣椒酱风味的重要组成部分 风干后的酱块 磨成粉 按照比例混入食盐和辣椒粉 最后加入麦芽糖浆 调配好的酱要封存一年以上 不论是色泽还是口感 都会达到最佳状态 这状态真好啊 亮晶晶的 明太鱼子 富含大量油里氨基酸 被誉为餐桌上的颜面 朝鲜族每逢重要演习 都少不了她的身影 姜蒜去腥 陈醋提味 最后再加上一勺辣椒酱 以四两拨千斤之力 撬开这道风味的大门 谢谢啊 在朝鲜族人的餐桌上 辣椒酱更像是一种 亲情的调味剂 将一家人的生活 调剂得情味满满 好吃的 已经吃面瓜了 这个是大小做的 这个两个 小心 早上 在辣椒的征途中 与中国人的相遇 完成了一场彼此的相互塑造 从东南沿海到西南腹地 辣椒一路扎根 一路演绎 深深地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风貌 而不辣不欢的中国人 一次又一次 在辣椒酣畅淋漓的抚慰下 体味了生活的真谛 痛并快乐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